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经济学商 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上面几个讲次里头 我们跟各位介绍 一个厂商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 那么怎么样追求最大的利润 当然一个厂商一方面面对着产品的市场 怎么样能够赚起最大的利润 但是利润我们说是等于 你的总收益减掉总成本 原则如果是在一个 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的话 那么当然产品的市场的价格 是由市场来决定 那么换句话说厂商怎么样决定 最适当的生产量 以及怎么样压低最低的成本 也就是说使得成本尽量能够降低 那这样就能够使得利润增加 因此厂商在面对着产品市场之外 它仍然必须面对着所谓因素的市场 那么因素市场 其实比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的剧烈 因为我们传统上把生产因素分成土地 劳力资本跟企业才能 那么产品当然你在同业上面的竞争 没有那么多的竞争者 但是如果是一个 要是市场 那么几乎所有的产业 不管你从事电子产业 可是汽车产业也需要人工 你也需要人工 你需要资本 他也需要资本 所以土地劳力资本 是各种企业所需要的生产因素 所以在要是市场上的竞争 其实比产品市场上更加的剧烈 那换句话说 一个厂商怎么样 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头 在没有办法决定产品的价格之下 怎么样让cost down 让成本尽量的降低 那这样子你的利润就可以提高 好 因此我们这个讲次 主要是来跟各位谈 要是市场的概论 那么主要的重点 大概包括以下的几项 第一个就是厂商所面对的 这个两个市场 一个产品市场跟要是市场 那么他如何主持 那第二个就是厂商如何决定 最适当的因素的雇用量 那么在产品的时候 我们说他到底是应该生产多少 才能使得利润最大 那么生产多少 当然就牵涉到 要雇用多少生产因素 所以到底厂商应该怎么决定 他最适当的因素雇用量 那么使得他的利润能够达到最大 第三也就是说 所得分配的衡量 与这个均衡度的问题 那么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消费者 每一个生产者 其实都扮演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我们因素的提供者 我们为了生存需要买各种东西 所以你必须要有所所得 有所所得你就是要提供生产因素 譬如说我是一个劳工 我提供劳动的服务 我是一个资本家 我可以提供资金 我一个地主 我提供土地 或者是我有企业的才能 来提供企业才能 那么来经营一个企业 所以你一方面来提供生产因素 与获得所得 那另一方面 我们说一个生产者 一样要面对的扮演两个角色 他一方面扮演生产者的角色以外 他也扮演消费者的角色 因为一个生产者 他也需要从产品市场上 去购买各种他需要的东西来生活 但另一方面 他又面对着一个要事的市场 所以不管生产者 消费者 其实都面对着两个市场 所以我们这个讲次里头 我们就要谈到说 每一个因素的拥有者 他当然为了追求最大的报酬 比如说我替水工作 当然水给我报酬最高 我就替水工作 或者是资金一定是往报酬 高的地方跑 哪个地方利息比较高 我就往哪里跑 尤其现在资金在前求化以后 资金当然是往往 从这个高报酬的地方 那么来流动 所以所得分配的问题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 尤其我们现在经常讲说 自从全球化以后 以及国际企业的盛行以后 那么整个社会 有趋向于M型的社会 也就是越有钱的人 越有钱 越穷的人 可能会越穷 那这种全球化 以及国际企业的形成 那么带来的所得分配的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 那么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议题 好 我们首先先来看看 说每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 事实上都必须要面对 这两个市场 因此我们从一个经济循环的 简化的一个周流来看的话 说民间市场里头 一个左边所扮演的 当然是一个厂商 右边是一个家父 也就是所谓的household 就是消费者 因此这两个生产者跟消费者 就是共同面对的一个产品市场 在上方的产品市场 以及这个钥匙的市场 那么从食物的流程来看的话 那么大体上我们说是一个顺时间的方向 而从金钱方面 它大概是逆着时间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右手边来看 消费者一方面 他要到这个产品市场去买东西来过生活 所以它是一个扮演demand需求者的角色 那么所以产品是从产品市场流向消费者 那消费者当然为了买产品必须要付一定的代价 所以它有支持 这个支持换句话说 它要到这边去买东西 当然要付钱 所以有支持 那这个支持就流向厂商 厂商变成厂商的收益到左边这边来了 那厂商的收益 当然它就提供这个产品来 产品来在这个市场上销售 所以它是个supplier 所以从上半部这个产品市场 消费者扮演消费者demand 而生产者扮演是supplier的角色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下半部 就是所谓的要事市场 那要事市场正好是相反 我们消费者是提供生产因素 所以是个supplier 所以从产品来看 这个食物来看的话 它提供这个要事 顺时间的方向 到这个市场变成supplier 而生产者变成一个demand需求者 也就是说它到市场上来采购 这是生产要事来从事生产的行为 所以要事流进厂商 而厂商为了获得要事 当然要支付一定的代价 那就是它的成本 比如说我有采购 采购各种原料 原物料 或者是雇用工人 我要给工资 那么雇用资土地 或者是资金要利息的支付等等 变成它生产的成本 那这些成本 透过了要事市场以后 就分配给提供因素的消费者 也就是变成消费者的所得 所以从金钱流向 它是一个反时间 而从食物的流向 是挣时间的反方向 所以从一个简化的一个 我们说民间部门的一个流程 整个经济循环的流程 当然可以简化这样子 当然这里头 也许你看到 人没有政府的部门 也没有国际贸易的部门 那最主要的 我们要把它先简化以后 然后再加进来 政府的部门 怎么样来协助经济的运作 还有国际贸易部门 怎么样来促进 整个国内经济的发展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从这个循环图 很容易可以来了解的 那么既然我们生产的产品 跟生产的要素 同时会面临所谓的 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 跟不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 因此从市场的形态来看的话 我们大致上有四种的组合 那么这四种组合 那么就是所谓的 产品跟要素的市场 为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 那么第二个 就是产品跟要素市场 为不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 第三个当然 就是产品为自由竞争 而要素市场 为不完全自由竞争 那第四种情况 就是产品为不完全自由竞争 而要素市场是完全自由竞争 因此在产品跟要素市场上面 既然有完全自由竞争 跟不完全自由竞争 那么我们就所面对的市场 就有这四种的情况 那这四种情况 那么在从一个生产者的角度 它所处的环境 它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使得它的利润最大 那么底下我们来给各位说明 那么使用生产因素的 一个最大的利润 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比较 使用要素的成本跟收益 那么它的差额最大的 的因素使用量 那么就是最大的因素雇用量 换句话说 怎么样使它的成本跟利益 收益能够达到最大 因此底下我们就必须要 介绍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边际产值 跟边际收益生产量 那么这两个名词虽然很接近 但是有一点不同 因为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市场 市场的价格是由市场来决定 所以厂商只能够接受 而在一个不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 厂商可以决定市场的价格 也就是说它不管是独占寡占 或者是独占竞争 它对自己的产品 它可以有控制的能力 那换句话说 在价格可以变动情况之下 怎么样能达到最大的利润 那么这是厂商在价格 可以有控制能力的时候 那么有不同的一个做法 那换句话说 我们先来介绍所谓边际产值 那么边际产值是指说 某一生产因素 这个边际产值 就是说使用边际单位的生产因素 而使厂商总报酬的增加额 换句话说 如果从公司来看的话 那么VMP就是等于PX 乘上它的边际食物生产量 因为边际食物生产量 是从左上方向右上方延伸 但是价格PX是由市场来决定 你没有办法来决定它 所以所谓的边际产值 是使用边际单位生产因素 而所得到的总报酬的增加额 所以边际产值 如果我们用图形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说大致上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从生产函数 知道边际食物生产量 MPP事实上它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那么它因为它有边际报酬 递减的关系 那么乘上市场所决定的价格 所以这条对厂商来讲 价格是既定的 所以我们的边际食物生产量 乘上的MPP就是我们的VMP 所以边际产值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可是在一个不安全自由经济市场 这个产品的价格是高过于它的边际收益 所以我们底下就介绍 所谓边际收益生产量这个概念 那边际收益生产量跟边际产值 所谓不同 最主要的是因为在不完全自由经济市场里头 价格可以由厂商来决定 换句话说这时候 PX虽然是等于AR 但是AR是大于边际收益 所以当产品不完全自由经济的时候 MRP为使用边际生产因素 这个生产者在销售产品以后 因为你都生产以后 可能价格要降低才有办法增加销售 所以你的边际收益当然就会降低 所以生产者在销售产品以后 总收益的增加额 我们才叫做边际收益生产量 所以这两个名词虽然有点类似 但是它意义是指 在完全自由竞争市场 当然就没有差异 但是在不完全自由竞争市场里头 因为价格也就是平均收益 是大于边际收益 所以这个MRP永远是在VMP之下 如果是在完全自由竞争市场 当然两者是一样 那不完全自由竞争的话 当然我们说MRP永远是在VMP的下方 因为AR永远是大于MR才是一个合理的生产阶段 所以我们从公式来看 MRP就是等于MR乘上MPP 边际收入生产量 那么讲完边际收益跟边际产子以后 那当然下来就是成本 那成本我们有平均因素成本跟边际因素成本 那么所谓的平均因素成本 AFC是指说平均每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 它的因素的成本 至于边际因素成本是生产最后一个单位 这个产品 那么所增加出来的总成本的增加额 所以平均因素成本跟边际因素成本 那么多少有点 就跟我们过去平均跟边际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最大的利润的因素雇用量 那就是把边际因素成本跟边际收益生产量 两个相互减就对了 所以从原则上 所谓最大利润的因素雇用量 就是边际因素成本要等于边际收益生产量 换句话说 我为了增加一个单位的生产 那么所带给我的好处 就是边际收益生产量 而带给我的坏处 就是边际因素成本 当我的成本跟我的收益 边际收益 这个边际最后这个单位 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 那么成本等于我的收益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是我最大的利润点 所以我们从边际因素成本 跟边际收益生产量 那么就可以来了解 这个所谓最大的利润点 那么从公司来看 这个MFC电影 FRP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说一个生产者既然是面对着 两个这个市场 有四种的combination 有四种的组合 因此呢 不同的竞争条件之下呢 生产因素的均衡条件 那么也一样的 有四种的这个组合 第一个组合 就是说产品跟因素 如果都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的话 那么我们的公司呢 就变成VMP等于MRP 也就是边际产值 等边际因素生产量 那么同时也等于边际因素成本 那边际因素成本 因为因素呢 那也是一个完全自由竞争 所以它的边际因素成本 等于平均因素成本 当然也等于 这个因素的价格 所以从公司上来看呢 我们这几个 这个变量呢 多相等 这VMPA等于MRPA等于MFCA 等于AFCA等于PA 这个是第一个情况所面对的 那第二个情况呢 也就是说产品与因素市场呢 都不是完全自由竞争 既然都不是完全自由竞争呢 那么产品的价格 会大于产品的边际收益 那么边际因素的成本呢 会高于平均因素成本 所以呢 我们均衡的条件呢 就会变成VMP大于MRP 而且MRP呢 一定要等于MFC了 刚才讲说 我增加一个单位的生产 它的MRP呢 要等于这个AMFC 而这时候AMFC呢 又大于AFC 因为你要多生产一个单位 这个所需要的因素呢 因素是一个不完全自由竞争市场 你当然必须要去挖角 也就是说 你为了增加生产 要增加生产因素 你多去挖角 当然要以高于原来的 这个平均因素成本呢 那么来得到这个生产因素 所以MFC呢 一定大于AFC 好 那这个AFC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因素的价格 好 这是第二种的市场情况 那第三种的市场情况呢 就是产品不完全自由竞争 而因素市场呢 是一个完全自由竞争 因此呢 我们这个均衡的条件呢 是VMPA 大于MRPA 因为我们说这个产品 不是自由竞争 而因素市场 自然是自由竞争 所以MFC呢 等于AFC 但是我们均衡的条件 是要MRP等于MFC啊 所以就变成 这个VMPA呢 是大于MRPA 等于MFCA 等于AFCA 因为因素是自由竞争 好 那么第四种最后的情况呢 就是产品是完全自由竞争 而因素呢 相反呢 是变成不完全自由竞争 好 那情况呢 正好是相反 那就VMPA等于MRPA 等于MFC X 那大于AFC 等于这个PA 所以呢 那这四种情况呢 也就是说 我们在厂商呢 所处的这个四种情况呢 那么达到均衡的条件呢 大致上呢 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好 如果我们用图形来表达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不同的一个竞争条件之下呢 那么生产因素的雇用量 A点代表呢 说如果是产品市场 因素市场都是完全自由竞争的话呢 事实上 MRPN等于VMP MFC等于AFC 所以呢 就变成是一个A点的情况 就是这条跟这条是并在一起 这条跟这条并在一起 所以是A 那如果两个市场 都是不完全自由竞争 当然就是D的情况 因为两个都是分开的 MFC大于AFC 这个VMP呢 大于MRP 所以呢 一定是D点这个情况 那么其他两个情况呢 如果生产因素 是不完全自由竞争 那就是C点 如果产品市场 是不完全自由竞争 而因素市场 是自由竞争的话呢 那么就是我们的B点 所以呢 A 低 是A那是完全 两个市场呢 都是自由竞争 D呢 是两个完全不自由竞争 C跟D呢 这两个呢 是一个是自由竞争 一个是不完全自由竞争 分别的情况呢 那么是这个样子 好 这是我们谈到说 一个生产者 因为面对着不同的 这个市场的竞争条件呢 那么它呢 在做最大利润的 决定的时候 所雇用的生产因素量呢 那么随着市场的条件 不一样呢 当然会有所不同 好 那么接着底下呢 当然我们 既然这个奖刺 主要是谈到药素 生产药素 当然药素呢 提供的人 他能够获得一定的报酬 那这个报酬呢 你也许想说 到底合理不合理 或者是说 这个报酬 到底分配平均不平均 因为我们说 生产药素不外是 包括传统的土地劳力 资本跟企业才能 换句话说土地 是代表地租 它的报酬 劳动者呢 代表寿星阶级呢 当然是薪资 那么资本家得到了利息 那企业才能呢 也就是企业家 得到的是利润 因此呢 到底哪一个 生产因素的提供者呢 所得到的 这个药素的分配呢 是不是平均 或者是说 是不是合理 那么这是我们所关心 所以我们有所得 分配的一个问题存在 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呢 由于全球化 以及国际企业化的关系呢 慢慢使得我们这个 生产药素的 报酬的分配呢 有趋于不均的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每一次呢 这个全球化 这个世界性的高温会议呢 在哪个地方开 就哪个地方就会 这个有抗疫的群众 那最主要的呢 也就是因为 所得分配的不平均 最近呢 我们有所谓的占领 什么华尔街啊 连台湾也要占领101啦 到次世界各地呢 都在做这个所谓的 占领什么 其实呢 最主要的就是 因为所得分配的不平均 那么有去恶化一个倾向 那么塑星阶级 也遭受呢 更不平的待遇 所以呢 这么就产生了 资跟 资方跟劳方 那么常常有 这个就分的产生 好 那么所得分配 当然有几个层次 我们值得来关注的 第一个呢 所谓的所得分配 第一个层次呢 是指功能性的所得分配 也就是指各种生产因素呢 在生产过程之中 所得 在总所得中 所占的比例 譬如说在我们整个 国民所得里头 我们塑星阶级 到底所占的比例高不高 或者是说 这个企业家 他们所得到利润 在我们整个国民所得里头 所占的比例到底有多少 过去呢 我们常常以薪资所得 占我们整个国民所得的比例呢 说如果越高的话呢 那么这社会呢 就会比较稳定 因为我们大家呢 都是凭着 这个自己的能力而去赚钱 而不是以钱去赚钱 因为以能力去赚钱的话呢 我们上帝很公平 都给我们有24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们说 如果薪资阶级所占的所得呢 大概在70%以上的话呢 那这个社会呢 大概会比较 所得分配会平均 也就会比较稳定 那么所得分配 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个人的所得分配 指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个人 那么他所得的决定呢 由于个人不同 要这个之间呢 有所差异 不管他是先天 因为他先天生在一个 有钱人家庭 或者先天生在 他就特殊的才能 等等等 那么个人差异呢 所以社会的权利 所得的分配的一个情况呢 当然就会有所所不同 那么当然 所得是由你拥有的因素量 跟因素的价格来 相乘决定 所以因素价格的决定呢 理论上 是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 那由因素的 如果是因素市场 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 价格决定以后呢 那就看你拥有的因素数量 有多少啦 譬如说地租已经定了 那就是看你有多少土地了 那么这是我们 因素价格的决定 那么通常我们说 个人所得的差异 那么有很多呢 并不是纯粹的经济因素 刚才我说 尤其你生在一个 有钱人的家庭 你是有一个父爸爸 所以呢 可能是以这个社会的文化 法律 习俗等等这些因素 有关 因此虽然个人所得多寡 决定于生产要素的价格 以及个人所拥有因素量 但是呢 我们经济学呢 比较偏重于 在功能性的所得分配 也就是各种生产因素 所占国民所得的比例 因为如果 是因为社会因素 比如说印度有阶级的分 等等 这些或其他的法律因素呢 那么所造成的 所得分配的平均呢 实际上我们经济学 所能探讨的范围 是相当有限 那么所得分配的平均呢 那么衡量的方法 当然我们有所谓的 十等分配 某轮期限 跟基尼系数等这三样 那么十等分配法的 这个计算的方法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当然是先将 全国所有负数 先按照所得的大小呢 那么以十等分呢 来划分以后 来求知每一个 十等分的负数所得 且这个金额呢 占总所得金额的比例 那如果评估差距很大的话呢 那么在极大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则第一到第九的 这个十等分的负数呢 可能所得很低 所占的比例很低 而第十等分所占的 这个比例呢 就很高 就好像以前的封建社会呢 说国王拥有所有的财产 其他的子民呢 只拥有一点点财产 好 我们如果用 洛伦士曲线来看一下呢 那么我们说这个土呢 大致上呢 是长成这个样子 假如说绝对平均的话 是在这个对角线 如果业不平均的话呢 我们纵轴是代表 所得的累计百分比 而这个横轴呢 是人口累计百分比 所以如果这个面积 这个业大的话呢 就代表业不平均 当然我们这个呢 如果用基尼系数来看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ABC 刚才有色线的面积 跟三角形的面积呢 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比例 那么我们衡量的方法呢 大概呢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关于所得分配平均 与火呢 主要是这三个方法 好 我们这个讲次呢 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讲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